通常心病患,所以心弱医 雖然我看完医生,我睡觉了 或者有些药物的帮助,我睡觉了 但是我老板没有改过,他一样这么怒怅 我的伙计总是觉得他做不到事 只是觉得奇奇怪怪 或者市场环境也是这么挑战 这些环境上,改变不了 其实是什么,是否人本身怎么可以 总之要做完工才合理呢 每个人抵受一些逆境的能力都不同 当然有些人,大吉利是死人倒楼 或者打仗,他都可以捱得住 偏偏有些人,可能有些小小事 一个挫折会令到他起不回身 这些可能是跟他的性格 或者跟这些先天遗传有关 我们知所谓说有些人 是会出现一些情绪病 那其实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有个近因 就是有件事发生了 但是其实一些原因也不能够忽视 比如可能他有没有家族的历史 又或者他先天的遗传 是有过这样的倾向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抑鬱症来说,不单止是说 有一些事,有一些冲击 对于一个人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压力 打击,简单 而是真真正正在脑内出现了一些分泌上的失调 所以是一些身体的治疗 例如药物,甚至一些比较新的技术 脑电荡,脑磁击都有一定的作用 附书先生,你给了一个新的题目 老电荡,老磁击 老磁击 这两个,稍后再请教一下 这两个是什么 原来世界那个时候 每个老闆都能支持 每个子女都会吵 每个子女都麻烦 给自己很多压力 都要吃饭 社会经济压力永远都存在 股票永远都不听话 这些事情永远都存在 反而是自己怎样看世界 原来人的演绎是有差误的 当然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明白一个抑鬱症治疗 最初那一步 可能要吃一些药 或者接受一些身体治疗 去改变脑内的分泌物 令它平衡 但其实在过程之中 你会慢慢感受到 人会更加轻松些 想法会见得到 事物的正面那一面 如果有了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大家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尽量去改变你自己的生活 对于自己 对于身边 对于工作 对于老闆的看法 你会不会重新一次 去了解一下自己 究竟需要些什么 究竟为了生活 我可以付出了些什么 在这个阶段 你当你的心情还是好的时候 做一些理智的决定 然后到你的情绪 或者你的生活 每件事都配合的时候 其实病就会痊愈 不再需要再靠药物了 真是多谢副医生给我们 你这种意见 原来可以一个活生生 这么立体的案例 就像Tom的案例 给我们这么多的发现 原来人生都有很多看法 还有药物的帮助 专业意见的重要性 请不吝点赞看 请不吝点赞看 点赞看